當年兩部機組一部沒有完成 一部是拼裝整個核電廠正下放 就是斷層帶 所以我們認為核市場根本沒有辦法 所謂重啟運轉 也不該重啟運轉 在今天行政院會上 我們特別請我們專家 也就是一直過去擔任核電廠 核廠廠長 以及一直在處理核電廠問題的負責廠長 來行政院會報告 對於核市場 當年兩部機組一部沒有完成 一部是拼裝 把另一部的零件基建 弄過來合併 而執照已經過期 相關的團隊已經解散 生產原件的廠商已經停產 同時 燃料棒都已經依照立法院的決議 送出國外 而最重要的還有地址研究所相關單位 評定發現這整個核電廠正下放 就是斷層代 有建議十年前 福島核災 帶來重大災害 到現在還有四萬多個 當地居民回不了家鄉 所以我們認為核市場 根本沒有辦法 所謂重啟運轉 也不該重啟運轉 內襲的相關 包括在地新北市 臨近台北市 和有相關問題的台中市 也都有內襲的副市長 表示對核安的遊歷 所以請全國同胞 看相關的問題 仔細的大家來理性考量